原标题 乾隆把黄魏禅让出去 又牢牢抓住权力不放 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乾隆皇帝在把黄魏禅让给儿子家庆以后 却一直牢牢地掌控着朝政 他还把藩蜀国的所有使臣集中起来 对他们说 朕虽然归正于皇帝 大事还是我办 乾隆为什么给藩蜀国的使臣们说这个话呢 因为本国是不用说的 大家都看得出来 知道是他掌控朝政 外国则可能不了解 他需要给他们交代一下 由此可见 乾隆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 天下还是他的天下 权力还在他的手里 而且乾隆这个法还是说给家庆听的 大事还是我办 那什么是大事呢 这个并没有标准 因此需要家庆自己去领悟 家庆要想把这个傀儡皇帝当好 要想自己能够把皇帝当到他爹乾隆皇帝去世后 只能是无据系都向乾隆汇报 乾隆拒照那么既然乾隆想要把权力牢牢的掌控在自己手里 他不把皇位让出来 就是了 干嘛又要让出来 又不放权力呢 这不是多此一句吗 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 乾隆把话说过头了 收不了场 乾隆皇帝在二十五岁登上皇位后 曾下了一道圣旨 说他自己在位的时间不会超过他爷爷康熙 乾隆当时说这个话是有原因的 其一 表示他尊奉康熙 尊奉康熙其实是巩固自己的地位 表明他毕庸正和他弘历都得位狠正 这种做法 古时候的皇帝都经常使用 其二 表示他不会在位太长的时间 免得造成康熙晚年太子造反这样的悲剧 其三 也是最重要一点 乾隆当皇帝的时候 已经二十五岁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 他不超过康熙 因此在位应该是六十年 那么到了六十年后 他也八十五岁了 在他们家族的历史上 还很少有活到八十五岁的 也就是说 估计到不了八十五岁 乾隆就挂了 所以说那么一句没用的面子话 也无所谓 哪知道 他竟然那么能活 都八十五岁了 还活得好好的 这样就不好收藏了 不让出皇位 也不可能了 康熙剧照第二 乾隆皇帝想当完美皇帝 行遥顺之道 乾隆皇帝在位期间 是大清帝国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虽然这一段时期 主要得利于康熙 用正两朝文质武功的积蓄 同时也依赖于当时气候转暖 遇到了一段风调与说了岁月 也就是说 虽然并不主要是乾隆的功劳 但乾隆不这么认为 他恰恰认为是他的功劳 他的功绩超过历史上的所有皇帝 堪称千古一帝 乾隆自己号称实权老人 老人一词 在现在或许是个贬义词 但在古代不同 古代是老人政治 是老人说了算 而且环食权食美 可见乾隆皇帝对自己是相当自得的 不过乾隆皇帝虽然自得 却还有一项伟大功绩没完成 因为古代对皇帝的最高评价 是邢尚顺之道 什么是邢尚顺之道呢 就是缠让 乾隆皇帝还没有干过缠让这件事 所以把皇位缠让给嘉庆 他就补了这一块短板 要称为实权老人 就更加理直气壮了 秦政的乾隆第三 乾隆皇帝累了 他想休息一会儿 明清两朝 是中国历史上皇权高度集中的朝代 皇权高度集中 因此不会受到影响 但皇帝又会累得够呛 皇帝要不想累 就得重用一些大臣 或者一些身边的人 有人说 你这不是废话吗 既然要重用一些人 为什么不设立宰相来帮皇帝分担事情呢 错了 设立宰相帮皇帝分担事情 宰相的权力就会变大 重用一些人 这些人名不正 言也不顺 所以关键时刻还得靠皇帝 乾隆虽然早年很勤政 但他确实太累了 也没兴奋感了 所以晚年的时候 才会重用和珅等人 但就算这样 乾隆依然很累 要想不太累 又要保住他完美皇帝的名声 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假缠让 也就是说 缠让了 但权力不贬 参考资料 清史稿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